刁红霞有了小发廊那段经历 坚决不离开鹏城 亲爹亲妈都嫌弃他丢人 难道别人知道了能不嫌弃吗 爹好赌 妈懒惰 还有俩弟弟 刁红霞能自己搞出个小快餐已经很满足了 这两天有人鬼鬼祟祟的地话 说是他堂姐刁荣荣派来的人 红霞 你荣荣姐真是厉害啊 你瞧瞧人家 再瞧瞧你 刁红霞翻个白眼 他厉害 他要是厉害就不用跑了 可那两个人不是说他在港岛发达了 很快就要回来 把你大伯和大伯娘从牢里弄出来 又要找他地雕俊宝的下落 王金贵念的刁红霞烦得很 你要是觉得刁荣荣好 那你任他当闺女去 他就是在发达 我们能专光吗 你瞅瞅他是咋做的 为啥是我大伯和大伯娘坐牢 他自己跑掉了 啥意思啊 我们不管吗 管 用啥管 刁荣荣那么厉害 还偷偷摸摸看人回来干啥 他赢了我们没好处 他输了 你想想刁冰冰会咋对付我们 你就真不怕 王金贵有点缩脖子 刁冰冰连自己亲爹都不手软 搞掉了刁大壮的工作 好端端的 刁大壮和凡宇要离开鹏城 说不定也是刁冰冰倒的鬼 那个柯老板不是说了吗 金沙石就是刁冰冰修的 乖乖 那得多少钱啊 诶 柯老板那么厉害 现在又如何 还不是吃了爆米花 王金贵这两天心里燃起的火苗 一下就被浇溪了 他使劲搓着盆里的土豆 就像在脱刁冰冰的脸 你说得对 就算真是刁冰冰派来的人 刁冰冰煎得很 你看从前在老家 就你大伯娘最清闲 说是陪毒 其实偷偷在县城开小吃店 这一家三口 干啥都让我们顶在前面 不行不行 不能再上当 呵呵 老娘不是怕了刁冰冰那丫头 是不想再上刁冰冰的当 刁冰冰邪门的很 小时候瞧着也不是多聪明 就和红霞一样 刁家三个女孩 最瞎间的其实是刁冰冰 不过刁冰冰上初中时 莫名其妙就开了窍 学习慢慢好了 懂得讨人喜欢 还给自己改了名字 原本是叫刁春花的 改成刁冰冰 第二个就是刁冰冰 这个壮柱子没死成 一开窍比刁冰冰还厉害 惹不起惹不起 就是我家红霞 不知道咋回事 一直也没有开窍的迹象 红霞被王金贵看得莫名其妙 反正咱俩不掺和他俩的事 谁赢谁输和咱们没关系 那个地话的人也真奇怪 是挺奇怪 打听刁冰冰正常 打听你二婶干啥 难道刁冰冰这回要冲你二婶动手 母女俩达成了统一意见 第二天 地话的人又来了 刁冰霞和王金贵埋头干活 一个打饭 一个收钱 就是不搭理对方 地话的人就笑 你们干这个能赚多少钱 这人把一个信封丢在刁冰霞卖盒饭的三轮车上 自己就走了 然后呢 刁冰冰发现 葛剑还挺有讲故事的天赋 信封里应该是装的钱 不过刁冰霞好像不敢要 拿着信封追了上去 又塞给那个人了 嗯 钱都不要 没想到刁冰霞如今脑子还有几分灵光 不是啥钱都敢要 能判断形势了 能知道对方找刁冰霞一家 想做什么吗 这次看着行迹可疑 却还没查到 我也不敢打草惊蛇 好好盯着 我也很好奇 今天 刁冰霞带出来的饭菜又卖了大半 安家建材店里走过来一个销售 盒饭还有吗 给我们送几分到店里去 有有有 可以自己选菜 销售一口气买了十几分盒饭 刁冰霞喜笑颜开 人家说不好拿 他当然要帮忙送 销售把他领到建材店 往楼上一指 大部分都放楼下 你拿两盒送上楼去 哎 好嘞 好久不见 你也一起坐下吧 刁冰霞抖啊抖 刁冰冰这是瞧见他在卖盒饭 故意叫他送饭来 羞辱他 笑话他吗 他想把盒饭扔刁冰冰脸上 可还是坐了下去 你 刁冰霞实在忍不住 想问问刁冰冰到底想干啥 刁冰冰却推了另一份盒饭到他面前 你不吃吗 我看你还顾不上吃午饭吧 这饭已经是我花了钱买的 请你吃 刁冰霞恶狠狠狠地往嘴里扒饭 就和刁冰冰要弄搭他 他也要当个饱死 刁冰冰好学没看小 你也不怕噎着 你放心 我找你来 不是来羞辱你 也不打算为难你 刁冰霞 你仔细想想 我们俩并没有什么大的仇怨是吧 你啥意思 刁冰冰笑了笑 我是说 咱俩没有当好姐妹的缘分 但我也没打算报复你 你不用这样怕我 我要是想做点啥 你还能好好待在棚城卖盒饭吗 你仔细想想 那些我特别不喜欢的人 是不是都不能在我眼皮子下晃太久 谁是刁冰冰特别不喜欢的 大伯一家 奶奶 二叔 刁冰冰这个妖精说得对 这些人个个都倒了美 等等 刁冰冰说不报复我 那叫他来干啥啊 刁冰冰 你 你让人来试探我 肯定就是你的人 刁冰冰把脸上的笑一收 刁红霞忽然放声大哭 我以前错了 我对不起你还不行吗 你现在过得好 我过得惨 你干啥还要和我过不去啊 刁红霞 我发现就不能对你好好说话 我又没打你 你好个什么劲 赶紧把你脸给弄干净 自己做好了说话 麻蛋 不知道的人听见这声音 还以为他在楼上杀猪呢 干啥要和我过不去啊 我卖盒饭爱你眼了 是啊 爱我眼了 那你打算咋办 那能咋办啊 刁红霞迷茫 那我换个生意做 刁红霞 我小看你了 你还真的长进不少 刁红霞低着头不说话 你放心 我还瞧不上你的盒饭生意 你可以在鹏城继续卖盒饭 但你要先告诉我 这两天有人找上你 到底是为什么 那不是你的人吗 刁红霞一正 那不是刁冰冰派来的人 那就真是刁荣荣在找人带话 可刁冰冰这么坏就知道了 刁红霞缩了缩脖子 刁冰冰居然一直在让人监视他家 刁红霞想质问又没胆子 真的 那个人说是刁荣荣派来的 向我们打听二婶的过得咋样 还给我送钱 我不敢要 刁冰冰看着他没说话 刁红霞诅咒发誓 我真没要钱 是他自己把钱丢下就跑了 我追上去把钱还了 再说我也不知道二婶过得咋样啊 我啥都没说 你要是收了钱 现在肯定就不能好好坐在这里了 对方真说是刁荣荣的人 刁红霞使劲点头 刁冰冰想了想 这样 等那人再找上门来 你就说自己同意了 他要问什么 你就打什么 你不知道怎么回答的 就来问我 我不行 我不敢 你是不是傻 我让你这样干 自然是有原因 你想要我详细向你解释吗 那当然是不敢的 刁红霞怕死了刁冰冰 刁冰冰也不逼他 反而转了话题 今年市工商局会给一部分 有固定门面的个体户 和发经营许可证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嗯 刁红霞听不懂 有了经营许可证 你才能安安心心在鹏城做生意 不管你是卖盒饭还是卖别的 再也没人来年你 看见穿制服 你可以不用害怕 其他个体户咋交费 你就咋交费 到时候 你虽然是个外地人 在这里是堂堂正正的 可 可我没有固定门面 你看这小商品市场怎么样 要是在这里有一小间门面 就算只卖盒饭 肯定也能赚翻了 刁红霞舔了舔嘴唇 那肯定赚翻了 人名巧小商品市场 每天在这里买卖东西的人太多了 你啥意思啊 就是你想的意思呗 还能啥意思 你自己好好想想 要不要按我说的做 你要让我当间谍 当套物 然后给我弄铺子 让他办啥经营许可证 刁红绒让他帮忙 刁冰冰也让他帮忙 他要听谁的 就算刁冰冰不给他好处 刁红霞也不敢站到刁红绒那边 现在刁冰冰还愿意给他好处 冰冰姐 我都听你的 你说咋办 我就咋办 刁冰冰吩咐了刁红侠几句 让他把话都记牢 把人打发走 杜兆辉没能及时按住刁荣荣 这事真的有了后患 刁荣荣都偷偷摸摸 把手伸到了鹏城 而杜兆辉本人还不知道 杜兆辉最近真的是太挑了 刁荣荣是靠自己 把手伸到了鹏城 还是杜家有人在帮忙 他为啥要打听我妈 刁冰冰每回主动找他 杜兆辉都高兴得很 虽然都是为了公事 能多见一回就算一回吗 但刁冰冰带来的消息 让杜兆辉差点跳起来 刁荣荣在杜家 自身难保 要不是我在帮他 他能被刘可英弄嘎 他要是能培养出自己的人手 我的名字就倒过来写 我早就说过 刁荣荣那种人 绝对不能给机会 现在事实就摆在面前 承认自己疏忽大意很难吗 杜兆辉的眼神落在阿华身上 大少爷 他绝对不可能有本事往鹏城递消息 我们的人牢牢盯着他 刁荣荣的司机也是我们的人 他每天在干什么 我都能知道 那情况就更糟糕 刁荣荣是和杜家某些人联手了 杜兆辉低着头 刁荣荣和谁联手 和二房 三房 甚至是表面上来看 最恨他的四房吗 被刁荣荣这铺间摆了一道 那我就让他在杜家待不下去 这颗棋子我用不上 谁也别想用 杜兆辉已经下定决心 要除掉刁荣荣 这个除掉不是把刁荣荣抓回内地坐牢 而是制造的意外 彻底让刁荣荣从这世上消失 我要不要管 假装不懂杜兆辉的前台词 任由杜兆辉把刁荣荣除掉吗 反正我也讨厌刁荣荣 这祸害总是蹦的 借由杜兆辉的手除掉 以后就一了百了 我也能清清净净 至于杜兆辉会不会有什么风险 关我何事呢 只要这场比试结束 我和杜兆辉就结束了合作关系 默许吧 都不用开口 只要假装听不懂 刁冰冰一时没说话 让杜兆辉很紧张 我开的闻 速兆辉 刁冰冰好似终于下了什么决心 杜兆辉顿时就紧张起来 你说你说 刁冰冰深吸一口气 不值当啊 你现在就搞起了这么大的摊子 将来没准事业 做得比现在杜家还大 夜路走多了 总会不安全 你真的该换种办事方法了 还是说了 刁冰冰自己都想垮脸 我也不想管杜兆辉 对方是好是坏 与我合观 可假装不懂的话 算了 这好歹也算在合作期内 杜兆辉目无法记 难道我也要听之认知吗 万一将来事发 别人还以为是我和杜兆辉 合伙弄打了刁冰冰呢 刁冰冰很快给自己找到了借口 杜兆辉似乎已经听傻了 搞得刁冰冰非常赶板 我不是想干什么做事 我是想事情最坏 已经是这样了 我们何不假装 没有发现刁冰冰的异常 看看他和杜家人搅合在一起 到底想干什么 反过来迷惑住刁冰冰 不管是杜家哪一房在和他合作 我觉得是二房的可能性更大 当然也说不好 没准是肆意太流可盈呢 他能得宠那么多年 肯定心眼不小 可能是表面上仇视刁冰冰 暗地里两个人早就有了默契 喂 杜兆辉你是不是傻了 这边还能聊下去吗 只能改天再聊 刁冰冰走了 杜兆辉还反应迟缓 半天没动静 阿华有点担心他 这不像是大少爷的风格啊 大少爷是啥风格 大少爷应该抓住 每个和雕小姐相处的时间 就算聊完了正事 也该嬉皮笑脸邀请雕小姐吃饭 雕小姐要实在不同意 大少爷不殷勤送雕小姐下楼 能一直送到家就最好了 一路上还有独处的时间呢 雕小姐 是根本不知道大少爷的心思 还是知道了 人家压根儿不在意 大少爷 我这就叫人动手 你让人动什么手 你没听到他说的话吗 杜兆辉一脸梦幻 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 阿华摇头 杜兆辉顿时嫌弃 这是一种高强度的 引力的 可持续的快乐 像电流一样保护我的心脏 这是种美妙的感觉 雕冰冰在关心我 没错 雕冰冰在关心我 不是关心他的口碑 不是关心电子广场 就只是在关心我 心情激荡了好半天 杜兆辉才分负阿华 就让雕容容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麻痹他 如果不除掉他的话 事情是麻烦些 但也能更显出本少的本事 你说对不对 您说的对 杜兆辉自己也挺奇怪 雕容容要是让人打听她不奇怪 打听汤市长夫人是什么意思 没准而是将汤夫人 当成是了雕小姐最大的靠山 雕容容去偷渡去港的时间 雕小姐母亲还没有和汤市长结婚 雕容容乍然知道这个消息 肯定会想歪 你说的有道理 下个月挤你加薪 嗯嗯 加薪来得太突然了 阿华有点反应不过来 他说的话 明明大少爷自己也能想到 为啥突然给他加薪 谢谢大少爷 阿华精神一震 还想得要不要继续分析一下 杜兆辉却冷笑 萧容容以为谁都像他一样 可能是听说了刁冰冰的现状 就以为刁冰冰也是靠男人 或者 就是刘翠花靠男人 红霞 这真能行啊 不行也要行 你知不知道我二婶 不对 人家不是我二婶了 冰冰姐他妈再婚了 嫁给了啥样的人 你想破脑袋都猜不到 王金贵咯咯笑 还能嫁谁 嫁给上回瞧见那服装店老板了吗 我看那老板年纪不大 还不到三十岁吧 愿意娶他不 王金贵话还没说完 就被刁红霞死死捂住嘴吧 我偷偷告诉你 你不许尖叫 不许告诉我爸 也不许动歪脑筋 要不然我会被你害死 王金贵连气都喘不过来 叶红霞声音压得更低了 什么服装店老板 他再婚嫁给了盆陈市长 盆陈市长你晓得不 伸出一个手指头 也N卡我们了 王金贵脸憋得通红 根本不相信叶红霞说的话 叶红霞似乎怕一个炸弹 把王金贵炸不死 又给他加了第二个 你猜叶蓉蓉为啥在港岛发达了 我就猜他是找了个厉害的男人 结果也是真厉害 他找了陈荣集团的董事长 就是杜赵回他爸 给人家当了小老婆 哈哈哈哈 小老婆 叶红霞简直要笑死 叶蓉蓉那么高傲的人 全村都把他当金凤凰 叶蓉蓉自己也是金凤凰做派 结果这个金凤凰跑到港岛 给有钱人当小老婆 就算小发廊的是被人知道了 他也不是叶家 不是大河村最丢人的 叶蓉蓉才是 他自己傻乐 王金贵差点被他捂死 好不容易挣脱 你说真的 给杜赵回他爸当小老婆了 他比杜赵回年纪还小吧 白捡这么大个儿子 这是重点啊 重点是杜赵回他爸 有好几个小老婆 叶蓉蓉是第五个 杜赵回是大老婆生的 其他小老婆全部有儿有女 王金贵眼珠子乱转 杜家多有钱啊 以前就是杜赵回养着刁大壮 刁大壮又养着全家 一家人过得多舒服 那杜赵回他爸 岂不是更有钱 反正当小老婆丢人的又不是你 杜赵回他爸养着刁蓉蓉 刁蓉蓉指缝里随便漏点 也够我们全家吃喝不愁了 那还卖啥盒饭 妈 你也别犯傻 刁蓉蓉连亲爹妈都丢下的人 才不会照管我们 再说了你难道不怕 刁蓉蓉蓉没说完 手指对着天指了指 王金贵顿时像被戳破了皮球 一肚子歪主意都下眉了 他没忘啊 刁蓉蓉给杜赵辉他爸当小老婆 他的前轴里刘翠花可是架了旁城市场 这都啥命啊 傍晚王金贵就下了发起了烧 摊在床上爬不起来 刁蓉蓉蓉蓉气得磨牙 行行行 你在家躺着 我自己去摆摊 刁蓉蓉蓉摆摊都心不在焉 就等别人来找他 看谁都像是刁蓉蓉派来的人 想清楚了吗 想清楚了呀 物定门面 精英许可证 刁蓉蓉答应过他的东西 再冲着他招手 我想好了 你上回给的钱太少了 我蓉蓉姐咋可能是那么小气的人 一天在老家的时候 她最疼我了 你给我加钱 要不我不信你 送话的人心想果然是如此 你想要更多钱当然可以 但你有什么价值 我要留翠花 离开大河村后的所有资料 你能知道吗 你把钱给够 想知道啥我都告诉你 没钱我就啥都不晓得 你肯定是骗子 要不你就让蓉蓉姐亲自来和我讲 将来的信封给雕红侠 你上回的更后 雕红侠果然有问必答 刘翠花和雕大壮 到底是谁提的离婚 你把当时的情况再详细讲一遍 她带着雕冰冰离开雕家后 一次都没回去过 她是怎么 乱七八糟的 问了一大堆 差点把雕红侠的汗都问出来了 她和从前 是不是判若两人 完全就是两个人 从前骂不还口 上回骂她几句 把我们都送派出所 如何做生意的事 雕红侠自己都不清楚 就按照雕冰冰交的在糊弄 就是离开雕家后 听说她自己卖油渣 又卖福装 特别是卖福装赚了好多钱 问话的人总算心满意足走了 雕红侠打开信封 里面全是港币 足足有一万块 这么大方 度假真有钱啊 在港岛给人当小老婆 丢脸是丢脸 起码有花不完的钱 干啥要回来找事啊 雕红侠以前觉得雕蓉蓉特别聪明 现在一想 还没她聪明 是看你今晚总看你妈 是不是有什么事 老汤也太敏感了呀 雕冰冰没迟疑太久 还是决定告诉汤红恩 事情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要不问你 你还不打算说 不是 我是没想好怎么说 我也在反思自己 是不是不该见钱眼开 要去帮助杜兆辉 雕冰冰偷偷摸摸看老汤的表情 汤红恩被她给气笑了 行了 你不要装不作样的 钱你是揣头里了 这件事也不算做事 难道一定要我反过来表扬你吗 杜家在HK 我管不着 他们要是在港岛厮杀 都和我无关 人家争的是自家家产 但要闹到蓬城 还扯上我妻子 我就不能忍了 我看看杜家人的胆子有多大 刁冰冰都被吓了一跳 汤红恩平是温温和和的 可那是没发火 真要发火了 又有几个人能扛住呢 汤叔 那你的意思 是让我不要理他们吗 我不能和杜成龙直接对话 你知道我在这个位置上 杜成龙又是HK的富商 成龙集团还在蓬城有投资 但有我在 没有人可以动你母亲 我让你掺和 你又掺和了这么多 剩下的事还用我教你怎么办呢 刁冰冰冰懂 那就是让她放开手脚去做呗 汤叔 我懂了 只要我妈的安全能保障 我就不怕他们搞鬼 汤红恩懒得看她得了便宜还卖乖 自己离开书房跑客厅 陪刘翠花看西游记去了 却不知另一边 调查越是深入 叶小琼越觉得烫手 她不懂刁荣荣 为什么想要调查刘翠花 恰好何世元又来与她见面 选傻呀 以为我真是何家的小姐 还一本正经替我分析 我要如何拿到更多家产 哈哈哈哈 袁翰现在以为她要和何志同 何世恩等人争夺家产 在得知何家的钱 就算分割成几份后 都要用一这个单位来计算后 袁翰对她的态度显然也有变化 这就是她 你别反过来被她骗到了 想骗姑奶呢 何世元又不屑 我照你说的 告诉袁翰要加快投资速度 她想在我面前加重分量 当然要想办法帮我了 叶小琼点头 那你可要好好酬谢下她 袁翰对别人说 她是康市长的亲戚 如果她因为违法乱纪被抓 对康市长也会有影响 二少希望把刁冰冰一戏都扯下水 砍掉杜赵辉的地坊 这应该就是二少的想法 二少太大胆了 送走何世元后 叶小琼把杜赵姬的思路先放一边 慢慢理清了自己的思路 她和二少的想法有了分歧 盘账 分红 安家建材的五大股东都凑到了一起 我这不是白拿钱吗 要不 我也出点力 咱们下一步还要开分店吗 不如在京城或者商都开一家 我来搞定这事 叶冰冰瞅了少光荣两眼 看不出来她对小游还挺认真 居然真的在为未来做打算 你们觉得这个提议怎么样 把电开去京城或者商都 我觉得京城更合适 小少要想搞好这个分店 她本来就在京城上班 更方便 横城建设得这么快 难道首都就不建设了吗 京城对建材的需求肯定不小 叶冰冰目光转向康伟 嫂子 你瞅我做啥 我也赞成在京城开分店 都赞成 那咱们就初步决定了 87年的目标是把安家建材打入京津市场 现在到我们今年的分红了 一号店全年营业额770万 二号店640万 三号店去年5月才开张 至今营业额280万 四号店和三号店开业时间相同 不过确实在阳城 他在阳城是一家独大 营业额330万 四家店加起来毛利润是606万 纯利398万 刁冰冰流出198万不动 谁都没意见 拿出200万年中分红 我有25%的股份 能分50万 白姐股份最多 是29% 钱自然也分的最多 是58万 舅舅分44万 康伟是40万 邵光荣也有8万块 分红完了是聚餐 股东聚餐 还要奖励优秀员工什么的 也是忙了有一天 刁冰冰出门就问刘虎 舅舅 您今年手里赚了不少钱吧 刘虎呵呵笑 用手给刁冰冰比了个数字 400多万 刘虎点头 只干装修 您今年就赚了400多万 那您还打算搞地产吗 我就搞装修挺好的 钱还能赚得完吗 你要有啥项目 我跟着头点 地产这一块我不打算碰 舅舅 如果您现在想入股 还是可以再启航 不 不是入股公司 我是说项目 有些项目你要觉得合适 就带我一起 用启航和远辉的名义 启航是启航 远辉是远辉 你不要搞婚小了 刘虎和他算得特别轻实 刁冰冰觉得不对劲 舅舅 是不是发生啥事了 我不知道 咱俩谈谈呗 我觉得你是想把启航做大做强的 而不是赚点钱就不管 你让启航拿钱搞那个傻猪血计划 是不是因为这样啊 您说的对 然后呢 然后 然后老刘家就剩咱们两个 我能和你抢生意吗 冰冰 咱生就两个不能分开 我把你表弟生晚了 起码要十年以后 他才能给我们当帮手 不对 这提起了表弟刘子涛 嫌刘子涛年纪太小 这什么意思 舅舅 是不是李家那边 刁冰冰这才知道 原来在他出国一年中 李凤梅娘家 加入远辉的比例变大了 远辉可是你一个人的公司 刘虎笑的也挺讽刺 就是因为是我一个人的公司 想着你舅妈那边的情分 就多照顾了下李家人 结果能力没给他们养出多少 倒把他们心养大了 前几天 你舅妈开口试探我 能不能给李家人呸骨 这事太忽然了吧 你没问过舅妈 她怎么忽然有了这个想法 按理说不应该啊 刁冰冰印象中的舅妈 还是很精明的 你上次回国 商都二期广场 45号小楼不是被沾了吗 后来徐忠义帮你谈了 和朝阳地产合作 45号小楼就拆除了腰盖商场 当时你舅妈的反应还挺正常 最近李家人就拿这件事 在他耳边鼓动 说来说去 就把他说的改了主意 刘虎就不懂了 夫妻两个本干是最亲密的 犯得着为了娘家人试探他吗 你舅妈心思不争了 他和我是患难夫妻 我不可能为这事而就不要他 但他提这一次被我给打回去 要是提第二次 第三次 提到第一百次 没准而我就犯了糊涂 答应了他呢 我不想在鹏城干房地产 就干干装修备 这行当不容易出错 您怕自己将来拒绝不了舅妈 李家人在公司掺和得越来越深 他们打着您的旗号 就是打着汤叔叔的旗号 您名下的公司越大 他们的破坏力也越大 刘虎能赶跑李家人 还能赶跑自己老婆李凤梅吗 李凤梅也是李家人 见到娘家人被赶走 夫妻感情能瞬间破裂 刘虎没说话 刁冰冰张了张嘴 却没再说李家人的不是 而是表扬起他就 我真高兴 您是我舅舅 你不嫌我没出息 哎 这些矛盾 我居然和你一个小丫头讲 我可真是 刁冰冰笑嘻嘻 我们是一家人吗 我和您是一家人 和舅妈也是一家人 我给您出个主意 您要是觉得可行就试试 刁冰冰小声说 刘虎听得仔细 算想破点头 这么简单 我咋没想到 不是没想到 是不愿意把这种心思 冻在枕边人身上 刘虎受了刁冰冰指点 回家后就决定试试 你小声点 儿子已经睡觉了 他今天看过西游记 兴奋得很 好不容易才敢上床 我记得今天 是喝冰冰去了剑彩店 怎么又喝酒 心情好呗 今天说了剑彩店分红的事 所有股东一年 就凑起这么一两次 肯定要喝酒 冰冰也喝 当然喝 不过他喝得少 李凤梅就不说话了 刘虎坐在沙发上 李凤梅给他倒了一杯温开水 你今天挺奇怪啊 怎么不问我剑彩店 今年分了多少钱 李凤梅一正 他不是不想问 是故意避开这个话题 提起和钱有关的事 肯定又是不愉快 你还喝不喝 不喝我把杯子洗了 你先听说我 我知道你怕我提前 几天吵架的事 那件事我先不提 我们就说今天的 剑彩店今年利润不错 分红就拿了44万 这笔钱和公司的账目无关 我交给你 你自己看着安排 过年想咋话都行 这是打一棍子 给个甜枣吃吗 一边是400多万 一边是44万 十倍的差距 他是这么好收买的人吗 这钱情愿不要 防贼一样防得他娘家人 李凤梅继续起怒火 刘虎忽然很认真剖析起自己 你让我给你娘家人呸骨 说真的 他们要能有李东良的本事 我而话不说就给他们呸骨 但他们有吗 我不信任他们 他们心里 我姓刘 我儿子也姓刘 我要是哪天出个傻意外 他们有远回的股份 你猜他们是估着自己抢钱 还是踢涛涛手着 那咋的 你们都姓刘 我却也是姓李 你信不过 所有姓李的 连我也信不过呗 等等 快过年了 你说啥意外不意外的 呸呸呸 你嫁给我了 就是刘家人 涛涛不是你亲儿子吗 给你娘家人呸骨我不放心 也不愿意 我就是抠 你要是想要傻安全感 我倒是有个主意 你先听听行不行 你说 我看你能不能说出一朵花来 我们是两口子 公司创立不是我一个人的事 这公司也是咱俩共同拥有的 只不过我以为你没兴趣管事 想开个服装店轻松点 还能召看儿子 现在瞧着是我想的太简单 所以我决定把远惠的股份 转移办给你 那服装店也赚不到多少钱 你让别人管着货关了也行 过了年你也进公司做事 以后你管公司的财务 公司一年赚多少钱 是咋赚的 你搞财务还看不清楚 把钱袋子都捏住了 总不会整天瞎想了 你说没完全是呆的 把公司股份转移办给我 让我去公司上班 对 让你去管着钱 信息量太大 李凤梅以为刘虎在说反话 不 或许是罪话 真的 我明天就去办这是 李凤梅心里并不是狂喜 而是五味杂陈 他想问刘虎 把公司股份转移办给他 还让他管账 不怕他偷偷贴补娘家人吗 万一他真的把股份 转了一部分给娘家人 然而第二天 刘虎真的开始办这个事 李凤梅就有点慌了 这是啥时候 把公司一分两半 两口子各管一半 他也不会管公司啊 李家人倒是快高兴疯了 确定了这一消息是真 都来恭喜李凤梅 话里话外的意思 李凤梅这回能分到一半的股份 也有他们的功劳 李凤梅第一次看着娘家人 觉得无比陌生 莫名的 他就理解了刘虎当时的感觉 他试探刘虎 让刘虎给李家人配股时 刘虎那表情 是不是也觉得他很陌生 配啥股 愿意干就干 不愿意干 就到别的地方上班去 李凤梅直接发了火 刘虎把公司一半都给了他 那就是信任他 他要替刘虎 替儿子刘子掏手住这一半的股份 谁也别想挑拨他家的关系 李家有七八个人在远辉上班 工资都不低 打听这些人的平时干活的表现 李凤梅是热血上头 他只留下了两个平时表现还行的 把其他李家人全部赶出了公司 过完年你们都不要来了 原本是几家人都靠着远辉吃饭 现在李凤梅只留下大哥一家 李家人就去炒李老大 说不公平 最后都去针对李家大哥了 凭啥你家就能留下 我们就要被赶走 刘虎从头看到尾 一直没插手没吱声 事情的发展和冰冰预料的差不多 刘虎给刁冰冰打电话 没想到 真的这么简单就解决了 那您觉得有多复杂呢 这是一劳永逸的办法 增强舅妈的主人翁泽任感 不能让他觉得公司是您一个人的 那是把舅妈排斥在外 再有人在一旁洗脑挑拨 舅妈难免会患得患失 不过这方法虽然简单 却也有后患 反正您自己已经做了决定 就不能后悔了 后悔啥 刘虎知道刁冰冰的意思 现在划分给李凤梅一半 夫妻俩将来要是感情生变 李凤梅合法合理也是要拿走一半 仗着一半股份要和刘虎打擂台 那也够头疼的 真有那天 就随他去 不想过了就给他一半 刘虎反过来恭喜他 周艾成这小子也爬得太快了 真是没想到 刁冰冰笑笑 周艾成这回的噤声 惊动了很多人 24岁的正团 刘冰冰回京 还没有去部队探亲 周国斌专门叫他去了一趟 说话很委婉 意思很明确 就是说周艾成这回晋升太引人瞩目 刁冰冰要是去部队 尽量低调点好 叔叔知道你有分寸 你就当我是话多吧 上了年纪爱侠操心 周叔 我都知道呢 你是关心我们 嗯 你这孩子从来不让人担心 去部队住两天吧 刁冰冰高高兴兴去部队看自己男人 却不知在部队 高飞和方士忠两口子都愁云惨物的 老风 现在咋办啊 你愁什么烟 让你闺女闻烟味 要不我去道个歉 方士忠媒之声 显然是默认 早知道 早知道啥 高飞没说 他真不想对刁冰冰低头 刁冰冰不知道多得意呢 可现在和过去也不一样了 周艾成生团了 咦 给你换地方了 换了 以后你再来就方便很多 想住多久都将 周艾成的意思 刁冰冰再来部队探望 留宿会很方便 两个房间 一人睡一间 周艾成不用和别人挤一起 刁冰冰老脸微红 那别人咋知道 我们是分开睡的 那你说怎么办 要不你去学校打个申请 看看能不能让我们提前结婚 24岁的周团样样都好 年纪轻爬得快 除了让别人羡慕嫉妒 还伴随着血气方刚四的大子 憋久了 没准真的把他憋坏 周艾成 你流鼻血了 刁冰冰去找卫生纸给周艾成 周艾成 你在不在 周艾成这是咋回事啊 认为老婆看见了带血的纸 周艾成纸了纸自己鼻子 早的 这刚搬过来 还不适应楼里的暖气 太干了 那可不是 暖气吹久了干燥 你们记得在屋里放两盆水 周艾长 冰冰同志 我 我 向你们道歉 早晚都要挨这么一刀 高飞还是豁了出去 这这是 郑伟老婆想打个圆场 刁冰冰却没说话 她不是的礼不饶人 她是觉得挺好笑 他们把她当成什么人了 刻薄暴躁的笨蛋吗 十一世千 作为赢家 刁冰冰愿意大赌一下 好端端的 怎么道歉 牙齿都有磕到嘴唇的时候 难道有个小磕瓣 我要记一辈子 两位嫂子坐下 我给你们倒杯水吧 刁冰冰不给我难堪 不挖苦我 羞辱我 难道这是真人谅了我 还是从俯身 在郑伟老婆面前作戏 以后再找机会为难我呢 高飞忐忑不安 周艾成暂时先出去 把空间留给了三个女人 刁冰冰还把水杯塞到高飞手里 你就安心喝吧 我那时候也年轻气盛 如果当时我俩多个退一步 本来也是一件小事 郑伟老婆拍手 哎呦 这下我可放下了心 以后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 你俩要是心里不痛快 那我们这些人都不知道咋办 得饶人处且饶人 周艾成提了政团 刁冰冰没有仗势翻旧账 反而把事情轻轻翻页 让郑伟老婆都高看刁冰冰几分 这果然是能考上名牌大学的脑子 就是通透得很 周艾成倒是找了个好对象 不用漂亮 学历加分 为人处事上还不扯后腿 嫂子 今晚你们过来吃饭吧 我托人买了点肉 准备做饺子 我做饭马马虎虎 你们也别嫌味道 咱们就图个热闹 这是要给周艾成庆祝 不 这是要给周艾成稳固人际关系 刁冰冰没有再用钱砸人 让人送烤羊 这种事再也不会发生 他要亲手招待下这些随军的家属 招待下周艾成的同僚 晚上大家都来帮忙 连方市中也到了 端了酒杯给周艾成敬酒 周团 以前是我不 周艾成没让他把话说完 就把一杯酒喝 老方 你喝多了 今晚不说其他事 只吃菜喝饺 好 周艾成痛快 老方你也别抓着过去一点小事不放 还是不是男子汉 老方赶紧坐下 大家都把话说开了吗 这顿饭 吃得还是挺开心 郑伟还夸刁冰冰手艺好 等一群人吃完了 又有嫂子主动留下来帮刁冰冰洗碗 你和周艾成打算啥时候扯正啊 刁冰冰假装不好意思 得看学校的纪律 现在不支持在校大学生结婚 那倒也是 学业为重 学业为重 送走了所有人 周艾成很满足 媳妇 辛苦你了 谢谢 谢什么 洗几个碗能把我累着 这一下午我都没干过多少活 饭菜全是嫂子们准备的 你是不是觉得我委屈 我委屈啥 又不是食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 晚上的饭菜我还吃了呢 当然要参与洗碗 反正就是委屈 这是哪比的一双手 周艾成流鼻血 难道她就没感觉吗 互相喜欢的男女朋友 无处一事 不想轻轻抱抱 才是不正常吧 周艾成 春节后开学 我才是大三下学期啊 为什么建筑系是五年至本科 她到底得等多久 周艾成低声发笑 是许笑 有啥好笑的 实色性也 人之大欲好不好 辽冰冰从前不着急结婚 是觉得一个结婚证不影响啥 可她现在想开个车 周艾成却坚持要持正上岗 你们专业虽然念五年 但大四念完就有实习是吧 我看你实习也自由得很 那就再坚持一下 等你把大四念完 周艾成的意思 让她把大四念完 两人赶紧结婚吗 这又提前了一年 虽然感觉还是要很久 到底是有了盼头 刁冰冰押住心愿一马 努力想和周艾成谈正事 周艾成已经知道 刁荣荣给杜春荣当五一太的事 杜兆辉那个玩偷子弟 比以前出现在冰冰身边的追求者 更聪明 什么说法 柯一雄 包括唐渊月 这些都是摆明了车马喜欢冰冰的 可冰冰不会在意他们 但杜兆辉 这个玩偷子弟 看着笨 其实精明得很 对方根本就没表白过 没表露过心意 追着冰冰跑 各种逃 冰冰认为那是杜兆辉为了利益 谁让你遇到冰冰太晚了 你觉得我的安排怎么样 大四念完就能结婚 喂 你这是求婚啊 太没有诚意了吧 他从裤兜里摸出一个盒子 小小的 方方的 刁冰冰整个人都僵住了 这是 周艾成单膝跪地 这是我在美国时偷偷买的 我一直想拿出来 总觉得实际不对 我知道你等了我好久 我也等了你好久 我们现在还不能领结婚证 但我可以给仙殿你戴上戒指吗 可以 我同意 没有背景音乐 空气里还残留着之前饺子馅的味道 但他心上开满花 真好看啊 刁冰冰捧着手傻笑半天 我一定每天都带着 两人吻得气喘吁吁 最后被周艾成打横抱起 把他放到了床上 刁冰冰以为周艾成要破坏他自己的原则了 他却到了一句晚安 自己跑隔壁房间去睡 你这个笨蛋啊 翻来覆去到十二点 刁冰冰还是没有睡着 周艾成 你睡了吗 周艾成怎么睡得着 打开门 刁冰冰就扒着门边不走 一双眼睛里有千言万语想说 周艾成哪里忍心 一起睡可以 不能勾引我 我发誓 我一晚上都纯洁 什么也不会做 你忽然送了求婚戒指 我根本就睡不着 两人躺在一个被窝里 憨三哥回到部队 挨了处分也受了奖赏 这回也升了一级 嗯 今年春节我能请假 只是不是除夕 初一那两天 嗯 还有 怀里的人呼吸匀衬 确实已经睡着了 周家人也早把刁冰冰当成儿媳妇 可汤红恩没有同意啊 我至少还给周艾成 设置了九九八十一道关卡 没等着我点头 冰冰就把求婚戒指都收了 这不算数 啥不算数啊 他俩都出多久对象了 要不是冰冰学校不让结婚 早就该领证了 总之 汤红恩的心情复杂呀 大部分像他这么大年龄的人 都有儿女可以操心 汤红恩前些年也想操心 计压把季江源带到了美国 直接不让他和季江源联系 很多年里 汤红恩是想替儿子操心 却没有目标 后来季江源虽然回来了 却和他疏远得很 可以说是在刁冰冰身上 汤红恩才有了给人当爸爸的感觉 虽然刁冰冰叫他输 他是把自己摆在一个父亲的位置上 自己女儿被外面的臭小子拐跑了 当爸爸的哪个会高兴 刘翠花不懂他的心情 他不强求 汤红恩觉得大舅子刘虎能懂 惊婚了 胡闹 家里大人都不知道 丁啥婚啊 不算数 汤红恩精神一振 你也觉得不算数 肯定不算啊 好好的 学外国人干啥 松个截指袋 手上就是丁婚 双方父母同意了吗 哼 周艾成家里肯定愿意 但我是冰冰的舅舅 我很是不愿意啊 一起讨伐周艾成的话 两人完全没有了身份的差异 一口一个臭小子 都觉得周艾成要把冰冰拐跑了 他们的心里不舍难受 冰冰那丫头 太有主意 这么大个是不和家里商量 哎 我咋就没想到 周艾成这回提了争团 肯定骄傲着呢 趁机就提出了结婚的要求 刘虎喝的舌头都大了 汤红恩也有点酒意上头 你这个当舅舅的对他多好 他凭什么不听你话 反正我也不同意 我是他 冰冰 要不你还是先回鹏城吧 您是不是不高兴呀 就是个求婚 我和周艾成什么时候结婚 肯定要征求 妈您同意的 我有啥不高兴的 我一直就喜欢周艾成那孩子 你俩多合适呀 周艾成是个可靠的年轻人 你就是现在嫁给他 妈都没意见 但你汤叔喝你就有意见 他俩喝了不少酒 刘冰冰一下子想起老汤 叫周艾成睡过的沙发 防周艾成就像房贼一样 挂了电话就揉脑袋 怎么了 刘冰冰把手抬起来 算计好看 我很喜欢 你求婚的事我也很高兴 从收下一直高兴到现在 但现在你两个老丈人不高兴了 我妈叫我回鹏城去呢 媳妇儿 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幸灾乐祸 刘冰冰坚决不承认 我没有呀 你别瞎说 你现在又不和我一起回鹏城 是我自己要回去安抚他们 我怎么可能幸灾乐祸